大家好,我是Dan 从两天前开始,网络上就有谣言传出 Blackpink起诉与韩国世界级足球选手 崇能敏热恋的消息 什么网友们抓出了三个证据怎么样的 结果在今天,YG娱乐正式回应 明确地表示,有关Blackpink起诉的恋爱传闻都不是事实 公司有持续关注这个事情 但是谣言已经扩散到海外 担心会给艺人造成困扰 所以想要纠正事实 恳求大家不要盲目地猜测 对,又是一部分网友们造谣的内容 不要欺负起诉跟崇能敏 YG说不是的话,应该就真的不是了 如果是真的,他们会回应得很模糊 下一个消息是 因为校园霸凌争议,无法在韩国持续活动 转回到希腊球队的韩国排球甜心,伊达阳 这两天连续被爆料了已结婚 离婚诉讼,施暴,出轨等丑闻 而震惊了韩国网友们 10月8号,伊达阳的老公曹某对媒体爆料 伊达阳其实是已婚的人气 自己与伊达阳交往第三个月的2018年4月14号 两个人就登记结婚了 但是婚姻生活并不顺利 曹某表示,因为长期受到伊达阳的语言暴力 肢体暴力,目前正在接受精神科治疗 然后也公开了与伊达阳的聊天记录 因为几乎所有韩国网友们都不知道 伊达阳已经结婚了 所以这个爆料马上就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我们来看一下曹某公开的聊天内容 把我的照片全部删掉 只要委托律师提起诉讼就可以 我妈也叫我那样做 要不然我会找人弄死你的 走着瞧,滚一边 快把所有照片都给我删掉 你他妈的心脏麻痹死掉吧 真的不想跟你XX继续生活 所以我会准备离婚诉讼的 XX像你这样的出去 XXX你XX 酱话粗口非常多 曹某对媒体表示 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骂人 比如说,说好七点会去宿舍接他 但是如果七点一分到的话 为了这一分钟就会骂人 甚至他还骂过我的父母 然后在争吵的时候 因为他的身高跟我差不多 力气也很大 在推打的时候,力气真的很大 父母亲都在我们家的时候 他去厨房拿到出来跟他姐姐吵架 曹某接着表示 本来有跟乙达阳透过律师进行了离婚诉讼 但是在上次霸凌正义爆发后 乙达阳就中断了联络 目前只希望能接受乙达阳真诚的道歉 而不是刑事上的对不起 不过在第二天10月9号 乙达阳的法律代理人反驳了曹某的爆料 法律代理人表示 乙达阳与曹某在2018年4月登记结婚 维持4个月的婚姻生活后就开始分居了 而答应乙达阳协议离婚的曹某 以离婚为条件 向乙达阳索取房产或者是现金5亿含币等 不合理的要求 甚至也威胁乙达阳 如果不答应的话 就会向外界爆料婚姻生活等 持续的折磨了乙达阳 婚姻是私生活应当要受到保护 但是曹某却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没有对外公开自己的身份 这是用什么理由都不能合理化的 然后爆料的内容也都是曹某单方面的主张而已 在乙达阳方反驳后 老公曹某再次反驳表示 包括同居一共与乙达阳生活了一年多 当时新婚房家电生活费 都是我自己负担的 然后没有要求过5亿 而是要求了在同居期间使用的生活费 因为还是喜欢她 不想留下离婚这个标签 所以想尽办法的想要挽回她的心 但是她好几次都公开的出轨后对我说 不甘心的话你也出轨呀 一直都是这样对应的 然后现在也有网友找出了 以达阳的这个影片 所以韩网的反应非常不好 被爆料结婚消息之前 先被爆料离婚消息的你 如果是否是真的 那要求赔偿金不是应该的吗 老公公开留线记录了 李达阳不公开 根本就是狗血剧的现实版 过行的手在那里装自己很有逻辑 如果是想趁机怎么样的话 应该会在霸凌争议那个时期就爆料了 然后拿到的证据要怎么拿出来 什么逻辑 之前在霸凌争议的时候 李达阳在前面向受害者道歉 背后又进行提告了 所以应该很难会有真诚的道歉 希望能要出钱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四个月如果真的害怕或者是腻了 只要离婚就应该满足了吧 竟然还索取钱 语言暴力虽然也是暴力 但是老公主张的不只是语言暴力 还有肢体暴力 但是只是用嘴说都没拿出证据 最起码要拿证据书出来吧 结婚生活谁都不知道 既然已经进行诉讼了 就留给法院判断 保持中立吧 对于李达阳的结婚与离婚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李达阳的结婚